大家好,我是Yuki,欢迎来到科技美学 在生活中,人们总是哭闹于各种各样的噪音干扰 商场促销的喇叭声,路上汽车的鸣笛声,半夜邻居的吵架声 想静静的睡个好觉似乎都成了一种奢望 为此,有人专门设计了一款Sono家用消音器 只要将它安装在窗口上,就可以将噪音隔绝在窗外 还你一个安静的个人空间 Sono有着不规则的圆形外表,可以像吸盘一样贴在窗户上 然后将其变成一扇智能窗户 它能接收到窗口的震动,自动分析窗外的噪音 把你不想听到的声音进行消音处理 只需要轻轻一滑一按,噪音就全都不见了 它还能把你想听到的声音放大 有了它,在家也可以听到栩栩的微风和绵绵的细语 真是有股清新的文艺风呢 据介绍,其采用一种名为AM的主动降噪技术 选定某种噪音后,可以产生与之相反的声音进行叠加 从而降低甚至消除噪音 和噪音耳机的原理基本相同 有趣的是,它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充电 还能从周围的电磁波中获取额外电力 比如WiFi信号等 真正做到了24小时全天候待命 随时准备为主人服务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这会成为众多电子设备的标配吧 Sono的设计者说,有时候我只想逃离喧嚣的世界 给自己一点时间让大脑更加清醒 如果你还在被家中恼人的噪音折磨着 那Sono对你来说可是个必不可缺的宝贝 住在闹市区的我,已经快要等不及想要剁手下单了呢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科技的新鲜资讯 关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 和全新资讯100秒的官方微博 我们会为你持续奉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